这是花友寄过来的一盆花 咱们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就帮它养什么花 这也是一个寄养的 可能它不太会养 然后咱们就给大家直接打开先看一下 包装特别的精细 特别的用心 这个是一个迷彩粗类草 就这一盆吧 没有其他的吧 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吧 这没有 这没有 没有就没有吧 好 花友发过来应该不少快递费呢 这个呢同样也是一个天然星科的 花友们特别喜欢养这种官业类的一个植物 这个东西应该不便宜的 好 接下来呢先拆开包装 然后给大家叨叨一下这种的一个养护 看看它寄过来是什么个情况 太勇气了 根系很好啊 根系很好 用到的涂也没问题 它这个是它是什么个意思啊 让我给它养的 这怎么会养 不怎么会养 哎呦 到手之后就就就就就 我我我习惯性的到手之后就想把这个根系拔出来 看看你知道吧 好了接下来重新给它倒个盆就行了 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这种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到手之后就是换个盆 加点肥让它正常养就好了 给它放个甜甜一点的花盆 这种更加利于它的生长 啊这样子行 没别的事儿就放养一段时间就行了 这种的一个养护呢 第一个点是害怕那个低温 如果说温度太低的话容易冻伤 大家尽量的注意这个点 第二个事儿呢 就是说大家避免一个强光的猛晒 半阳的光照是可以晒一晒 但是不要光照过强的那种晒啊 不要强光的暴晒 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浇水 都是干了在浇不干不浇 他们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呢 都是略微有益丢丢高的 因为他们都会长一些气根起来 好吧 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也别的没啥 这个让我养我就是给你养一段时间吧 等他长满根给他发回去就行了啊 换完盆了换盆的时候没什么可能的 主要是大家选一份好一点的土 咱们家也有卖 叫老华一给大家也是餐好配好的 咱们的一包是五斤大概有12升 别的没啥了 有的话说你怎么不给他用肥料 现在长长根啊 现在长长根 我因为我刚才破盆的时候呢 给他稍微破坏了一下根系 接下来呢就是浇一遍透水 放到我们棚里面正常的养护就行了 这个下面有两个小叶片有一小小 有一小妞妞的有一点点小冬上 这个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好吧 将来呢咱们就正常的一个养护就好了 好了一边关于这个花有寄养的一个吧 应该到时候你给他写个日期吧 如果说花有没想要寄养什么花的话 一定要给我们后台小哥取得联系啊 你别到时候乱寄 另外呢我们这边 只能收一些顺风或者惊动 因为你要发普通外地话 我怕路上出了问题 寄养是不收费的 运费自己出哈 盆也是送你 图也是送你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好了